请台湾看世界来看日本企业最痛的义故 今天开始到明朗在冠冬的驾信地区 可能会有经报级的大学 日本的航空公司已经先来出销到76班的航班 不像台湾的李行舍只有一团在当地 李行舍说如果受到影响 他们的安排李客 用这个东京这边来走 来保护到李客的安全 日本广东地区 瞬間参变成冒犯的北式奥国 特別是日本去上天高级 早到今天这两天 广东的驾信地区可能出现 京部级的大学 日本航空公司已经全部出销 七十六个航班 在路方面可能也会用于大学来万分 还是停塞 日本如果大学就很多台湾人会去游浪 经过了解 目前乡塞 李田下 科禄理由都没有团处在当地里游浪 尤其邦有一组 但是目前还没去受到大学的影响 会游定继续他们的行程 之前是有遇到就是高速公路路面结冰啊 或什么都必须要等除雪 那这个气候影响也有可能会就在高速公路上面等 我们也是有遇过就是真的只能等 但因为你上也不行 下也不行 刚才路大学李行车没有营营的措施 就是如果是确定说这个交通有问题 对安排饭店继续更大 或是延后回到台湾 如果是交通无数的影响 将会继续行程 并且尽容翁市区去 也就是翁东京去 如果是跟李行车买自由行车的人客 李行车也会会发布消息 让人客知道 面对于自然因素 考验李行车的应变灵灵 我们乡亲的自由行也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